来 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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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怪世人都赞美将来 如此美景 如今却只得我一人欣赏 也不知道王姑娘 如今却在何处干些什么 客官慢走啊 下回再来 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 来得正是时候 对 古人说着一醉解千愁 如今我段玉啊 截然一身 又何妨不能效仿之呢 客官 您这边请 您请坐 小二 帮我打一壶酒 再帮我配好四色韭菜 得嘞 有什么吩咐您叫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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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目 told 好 好 说 好好了 很工装 兄弟 少俩一起喝酒吧 最好 最好 小二 把我的碗筷 都移到那位爷台桌上 得嘞 兄台幸会 你请我喝酒 这杯子太小了吧 小二 您吩咐 一会儿换两个大碗了 再打十斤高粮 爷台 这十斤高粮喝得晚吗 这兄弟请喝酒 你替他省钱啊 十斤不够 打二十斤吧 得嘞 高粮酒二十斤 您慢用 来 好 那我就舍命陪君子 待会儿酒后失态 凶台莫怪啊 来 干 爽快啊 爽快 爽快啊 爽快 兄弟 酒量不错 我这酒量啊 来 我这酒量 它也是因人而异 有句俗话叫做 酒逢知己 千杯少 我看这一碗里 最多也就二十来杯 要倒满一千杯的话 我们得喝四五十碗呢 那咱们得喝满它 喝满它 天下在秦子乡 爱恨岂能够潇洒 盼烟下风雨潇洋 来 妙之吉矣 再来 自己来啊 再来 天下在秦子乡 爱恨岂能够潇洒 叹眼像风雨潇洋 心大大不过家 生死那个更可怕 断不了那份牵挂 梦醒来 痴心迷思在 何尝不止 小二 再来二十斤酒 人兄 人兄啊 我们已经喝了 差不多有四十碗了吧 四十碗 还挺清醒的 数目算这么明白 人兄啊 要我说 我们二人呢 是棋逢对手 降狱良才 要是真要 非得分出个胜负来的话 恐怕也没那么容易 但是啊 我们要是再这么喝 降下去的话 小弟身边的酒钱 倒是不够了 好吧 酒也喝了 肉也吃了 咱们走吧 好 兄弟 看你酒力不错 要不 你我乔奉比比酒力 愿意奉陪 走 来 兄弟 脚力还行啊 咱们再跑一段 好 走 走 兄弟 跑太猛了 不知这位兄弟 是哪儿人啊 在下大理断氏 出来江南 便能结识 乔兄这样的英雄人物 实是在下之大姓 刚才乔兄自导姓名 可是姓乔铭峰吗 正是 在下乔峰 你是大理断氏的子弟 难怪啊 不是来江南有何贵干啊 实不相瞒 我呀 是被人索擒而至的 被何人索擒 说是吐蕃国的国师 叫做鸠魔智 说要拿在下去和慕容公子 换一门什么武功 在下也是刚刚脱险 所以不愿回家 就只能漫无目的地 走到哪儿至哪儿了 不知乔大哥 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呀 我原要去少林 但明日 与人约在惠山比武 所以在此逗留几日 比武 乔大哥 那不如这样 小弟虽然不为什么武功 但是也想跟着去 凑凑热闹 你看如何 好 咱俩见面就是缘 天还上早呢 咱们再回去 喝他个痛口 大哥 事不相瞒 方才我与你拼酒 那都是骗你的 我喝进去的酒啊 顺着我体内的生气 游走于各个穴道 能从指尖流出体外 与我当然没什么影响了 但是如果再这么喝下去的话 有伤贵体 所以我这才叫停 乔兄莫怪啊 你这是 大理段氏的 六脉神剑骑弓 正是 在下也是刚刚学会 还生疏得紧呢 我听闻家事说过 在段氏 有一门六脉神剑骑弓 能以无形剑骑伤人 不知是真是假 果然 还真有骑神功啊 在我看来啊 这门神功 除了和乔大哥 在独酒的时候 可以作弊之外 其他的 我也没发现 有什么特别的作用 就好比说 那舅魔是把我擒住的时候 我就完全没有 还手的余地 所以我想啊 一定是这世人 对这大理的六脉神剑 渲染过剩 这吹得也太夸张了 兄弟 你说话 实在太豪爽了 咱们初次见面 一见如故 要不咱们结为金兰兄弟 乔大哥如此英雄人物 如果愿意和在下结拜的话 在下求之不得 好 我让你 诚不得了 我为你 就是 等你 端宇今年二十岁 我大你有十岁了 大哥 贤弟 哈哈哈哈 站了 里面请 喝点水 请喝茶 你们全都多煮的 全都煮马上就到 好 马上就了 不行 你还是赶紧去带我见的 你 对不住 对不住 对不住了 对不住了 别费劲了 白长老 他们煞费心思哄你我过来 又岂能轻易让我们离开 这无理无碍 兑满了火石燃料 只要我们想跑 立时就可以放火烧死我们 小兄 你怎么会被他们骗来了呢 不但是我 从昨日起帮里有点身份的 都被他们骗来了 知不知关在哪里 这全冠青也不知道在筹谋什么 胆子着实不小 怎么 你昨日就被他们骗来了 正是 后来陆续听到有人叫骂 才知道好几个分舵的舵主 也被他们设计前来 像是也被拘在这附近 好在帮主和几位长老 不曾上当 用不了多久 他们就会找到这里 自有他们领罚的时候 想着全冠青 不过就是一个 小小的分舵舵主 他怎能成此大事 并且一点风声 都没有走漏呢 你是说 盼帮的不止全冠青一个 大夫人 你可见过那慕容公子 我听人说 他武功高强 风采翩翩 不知比大哥如何呀 慕容傅 就略打你几岁 我一直想和他结交个朋友 但现在看来 恐怕是难以如愿了 为什么呀 我有个至交好友 前些日子死于非命 人家都说 是慕容傅下的手 以彼之道 还师彼身 他就是死在自己的 承名绝技之上 但江湖上的事 也不能只是听信传言 所以我这次来江南 就是为了要查明真相 这事听起来 的确是有蹊跷 那荆招与大哥相会的强敌 又是什么人啊 他们是西下一品堂的 就是西下一些 武功高强的人 想要挑战大宋的英雄们 想灭我们威风 大哥 你是人中豪杰 那些什么西下一品堂 二品堂的 在大哥面前啊 纯粹是自讨苦吃 那慕容傅 欠我马傅帮助一套性命 还敢出现在 紫丐帮地界 说 你是来替他成命的吗 非也 非也 你们家死个人 赖在我们头上干吗 你们这群要犯的 跟那把少林 和尚一个德行 拿不出什么证据来 就弄喷脏水飞 往人身上拨啊 我们只是途经洛阳 难道全洛阳死的人 都算我们的 蒋兄弟 帮主 帮主 帮主来了 参见帮主 各位兄弟 起来吧 瞧 帮主 您来得可真巧啊 您要是再晚来一步 您这帮中弟子 就要把我 和我们这三个姑娘 还有老四 一起砍了 准备血迹你们 马傅帮主了 把慕容傅交出来 把人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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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兄弟 我们马傅帮主 死于自己的锁侯宫 弟兄们难免有猜测 情绪激动 不过此事 还未下定论呢 若有过分之处 我先带他们向你谢罪 但我们确实 也在找慕容公子 还想请问他身在何处 你问我 我就要告诉你 朝帮主 您帮中弟子 随意诬陷我家公子 这无中生有之罪 该打该罚 您总得给个说法嘛 您这红口白牙 随便一句谢罪 这说出来 也太便宜了吧 苏文 江南包不同 爱放狗屁 今日一听 果然并不虚传哪 俗话说 想屁不臭 臭屁不想 刚才那个狗屁 也是又响又臭 想来 定是那丐帮四老放的吧 老不同 既是丐帮四老的名头 为何还在这里 胡言乱语 长老 参业帮主 四大长老 这四个老儿 你们有什么建教啊 是想跟你包三先生 打一架 这个世上谁最爱打架 是你包三先生吗 错了 错了 是我江南一阵风 冯伯恶 来 你出来给我打 老四 老四 你这招 吕洞兵咬狗 可真是到了 出神入化的地步了 不枉你练了十载寒冲啊 你咬了一千八百多条花狗 黑狗白狗 你才有了这种 咬狗的造诣啊 黑狗的造诣 四哥 老四 怎么了 没事 我 四哥 四哥 你玩阴的 怎么 想玩车轮战吗 让我来会会孤苏的应好 四哥 凤四哥 你没事吧 你没事中毒了 我学典籍中有不少制毒的法门 偏偏我没有看 现在眼睁睁看着凤四哥中了毒 我却束手无策 别说 陈长老 帮主 先替枫四爷解毒办 此人生性无礼 替他解了毒 恐怕后患无穷啊 话是不错 但是我们无礼 无险人在先 马府帮主 明明是被慕容复那小的作害 我保持血恨 还顾得上什么仁义道德 先替他解了毒 其余的事我们慢慢说 我们帮主仁义为先 这是解药 给 多谢陈长老 多谢乔帮主 只是 这解药该如何使用啊 把伤口上的毒 吸出来之后把药敷上 如果没有吸干净的话 敷上会有害无益 对了 女人不能吸 女人怎么了 自毒乃因寒之毒 女人心阴 阴上加阴 只会使毒性更增 瘟三哥 别打了 快回来救救四哥 我来吧 大哥 大哥 这种小事就让我来吧 冬子高 冬子高 治理最为严重 段公子 待黑血流后再吸教头 权冠青 权冠青 你给我出来 二位长老 少安无躁 我家度主并无恶意 等大事已定 就放两位出去 你出来 你少在这儿胡说八道 你赶紧告诉我 你们权度主 还打得什么算败 否则的话 等我出去 将近吃不了动着走 二位长老 就不要为难我了 实在是关乎到 丐帮的存亡 不能见告啊 什么狗屁丐帮的存亡 你把我们关在这儿 难道就是为丐帮好吗 李春赛 赶紧放我们出去 否则的话 本章老出去了 你得按帮会处置你 权冠青 权冠青 放我们出去 封四哥 四哥 四哥 你可以动了 四哥 四哥 多谢公子 救命之恩 四哥严重了 谢许小事何足挂齿啊 对你来说是小事 对我来说是天大的事情 乔帮主果然仁义 不愧是天下第一帮的帮主 在下佩服佩服 不敢 西长老 来 老四 怎么样 没事儿 今天我输给了你 甘拜夏丰 下次有机会再见 咱们再来比试啊 陈某自当奉陪 来 兄弟们 你们来得真好 不打狗阵 好 快快 来 包三哥 封四哥 不成了 该帮着打狗阵 你们是破不了的 还是及早助手罢了 破不了也得破 封四哥 不可 秦龙公 身上将真有人会使如此神功 乔帮主的武功如此了得 江湖上有道 北乔风难慕容 可是表哥的武功 怎么能 今日之事都是误会 各位请便吧 我们二人 与你武功相差甚远 打起来索然无畏 我们先告辞了 走吧 走吧 既不如人息 脸上无光 再练十年息 又输金光 就此罢休息吧 吃尽荡光 走吧 今日丐帮有要事商量 我们也先行告退 乔帮主 我们就先走了 王姑娘 且慢 启禀帮主 马副帮主大厨尚未得报 帮主怎能随随便便放走仇人 咱们来到江南 确实是要替马副帮主报仇 但经过这几日我多方打探 发觉杀害马兄的凶手 未必是慕容公子 何意见得 打也打不过 你骂也骂不赢 没办法呀 那王姑娘和阿周阿璧两个丫头 咱们就不管了 非也 非也 乔峰啊 他是一个一波云天的人 只要他不能证明马大元 是咱们公子所害 他就不可能 动王姑娘他们一根寒毛 现在耽误之急啊 是要把丐帮出事的消息 赶紧告诉公子 丐帮乃武林第一大帮 牵一发而动全身 以公子之聪明或许能占得先机 你走吧 慕容公子与丐帮从无瓜葛 更无冤无仇 他与马夫帮主也肃不相识 他杀马兄的动机何在 再说慕容室的以彼之道 还施彼身 事所皆知 马夫帮主是死于自己的 所候宫之下 那慕容公子肯定会遭人怀疑 那他又何须献身 帮主 或许此人自是武功高强 根本就不必遮掩的 若是如此 那他又何必招惹那么多家 最近频频有人死于自己的绝招 马夫帮主 玄卑大事 还有倾城派的秦家寨 倒像是有人故意陷害 帮主这是为慕容妇开脱 并非 但此事确实有蹊跷 若真的怀疑是慕容公子 那也必须找他当面对治 欺负这几位姑娘 那还有家臣 算什么英雄好汉 若是传出去 咱们丐帮的颜面 该放哪里 今天不知何事 兄弟们都来起了 全斗主 你在这里 白找老人哪 还有大信 大勇 大力 三斗多主 人又在何处 张全强 你在 你们多主呢 我 我也不知道 可能 可能 可能喝多了吧 喝多了 你们方多主 一向不会喝酒无事的 他在哪里 说 不关我的事啊 不是我干的 你们到底对他做了什么 没做什么 方多主他没死 他还活着 四位长老 怎么回事 我丐帮自我之下 人人以义气为重 秦龙公 你既已知错 那贵就不必了 但你生事犯上之罪 也免不了 全斗主 斗主 贾兄弟 把他扶起来 张全强 现在由你带路 去请白长老等诸位 一同来赐 是是是 其余的人 就地坐下 不得闪动 都坐下 是 众兄弟 本帮不幸发生变故 正是大伙出死力 报答帮助恩情之时 是 大家全力护主 务必听从帮主号令 不得有违 是 这些都是多年一起 同生共死的兄弟 只是一时心生意见 没什么大不了的 贾兄弟 你带着你的弟兄 救人要紧 不得有闪失 是 帮主 那你千万小心 我尽快赶回 来 再派人去西夏一品堂 会善之约押后七日 是 跟我走 快快 快 那边招住 快 别招住 别招住 别招了 向招了 快给长老松坊 那边 江多主 别动 班长老快快兴起 向招了 江多主 江多主 小心屋外有消失 放心 弟兄们已经控制住了 造反之人 屋外的消失也已经清理干净 其他几位堕主也刚刚救出 就在外面等着呢 到底有多少人造反 帮主怎么样 全观青 还有宋西陈屋四大长老 还有四舵半数兄弟也在其中 帮主无事 我走时尚且控制得住局面 但他那边人数不多 全靠帮主一人之声 就怕时间久了会有滑变哪 现在帮主身在何处啊 帮主现在城外姓子林 我已派人在前方带路 两位长老及几位舵主先行一步 我稍后便带兄弟们一并赶到 用船去烟花 通知父亲所有改帮弟子 速速赶往帮主所在 是 众兄弟 今天我好生欢喜 在我身旁 这位段裕兄弟 与我意气相同 今日 我也与他结交成兄弟了 来 大哥 好 贤弟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我们丐帮一些重要的元老吧 四位长老 这位就是段兄弟 这位宋长老 可是我们丐帮人人敬重的元老 他那道士铁俭 当年叱咤江湖的时候 你还没出事呢 宋长老久养 息长老 十多年前常和他讨教武功 来 咱们俩一时一有 交情很深啊 陈长老 来 陈长老不喜欢喝酒 但他的通闭权了得 擅长使用毒物 也替咱们丐帮 立下不少汉马功劳 好 谢帮主 事态如此严峻 这位乔帮主 怎么还能如此轻松自在呢 乔帮主啊是真聪明 强渊已去 他的武功虽高 不过 双拳不敌四手 他现在啊是在转移人心 等待强兵的归来 你 看 新号 发生什么事了 有事就知道 快走 快去看看 去看看 快走 快走 去看看 快快走 去看看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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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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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我以为 此事只有全冠卿一人所为 谁知道 连本邦四大长老也牵连在内 宋夕无臣四位长老 你们派人将我们关押 这是什么意思 白兄 真是羞愧难当 你我都是多年来生死与共的兄弟 自是没有恶意 并无恶意 事实并非如此吧 我与本邦传宫长老 被困在那个废弃的破屋里 那个屋前院后宝都堆满了柴草消食 说我们若要逃跑 他们便引火烧屋 金长老 这就是你说的并无恶意 李宗盛 李宗盛 弟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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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我来问你 你假借兄弟们华辩 骗我们深入淋雨 你该当何罪 弟子之分低微 如何敢做 如此胆大妄为之事 都是 都是什么 都是你们全总舵主吩咐的 对不对 那我问你 你可知让号令是假 说呀 大丈夫敢做 却不敢应成了吗 白长老说得对 我李春兰做错了事 施杀施寡 全凭吩咐 不错 那一日 我向你传达号令之时 我已知道那是假的 你却又是为何呢 是帮主待你不好 不不不 还是本长老待你不好 不不不 不是都不是 瞧帮主待我 恩重入山 白长老公正严命 我对二位都没有一言 你这儿又是哪一出呢 为什么 书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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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下犯了方规 死有余辜 可是这其中的原委 非弟子敢说 我 李春来 明知号令是假 却不来向帮主通病 反来骗我 罪该一次 他 相兄 又是谁骗的你呢 身为该帮弟子 须当遵守祖宗以法 大丈夫行事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敢做敢为也敢担当 帮主 我们大伙商量了 要废去你的帮主之位 只因怕传公执法两位长老不允 是以设法将他们囚禁起来 这是关乎本帮的大业 不得不冒险而为 今日势逃不利 被你占了上风 我们由你处置便是 是 吴长风在丐帮三十年 谁都知道 我不是贪生怕死的小人 宋夕陈吴四位长老 作乱犯上 威威邦归第一条 执法弟子 在 绑了 是 懦夫 本来我们群起功之上有胜算 你看看你们 你个个怕乔丰 怕成什么样子 本帮众递死听着 乔帮主 接任上代汪帮主为我帮首领 并非强取豪夺 也非不择手段而夺得此位 乃是上代汪帮主 考了他三大难题 让他为本帮立七件大功 这才将打狗棍相授与他 曾记得那年泰山大会 我帮遭人围困 危在旦夕 也多亏了乔帮主出手 立刻九大高手 才保得我帮转危为安 我想 今日在场的不少兄弟 都是亲眼所见的 这几年 汪帮主有病在身 帮助事务 也全仰仗着乔帮主 居中主持 我帮才声望日状 乔帮主为我帮的功劳 自不代言 自他任帮主以来 待人宽厚 处事公允 我等仰慕尚不能待 怎会有人 蒙的心枪 起意造反 你来说说 权冠卿 你来说说 权斗主 我乔峰有哪里 做对不起兄弟的事 你就当面指责吧 不用有什么顾忌 你 对不起众兄弟之事 你今日并没有做 但不久你就会做了 权贵请 乔帮主为人出事 光明磊落 他从前没做过歹事 将来更不会做歹事 都是因为你 谣言获重 意图想背叛帮主 这些话 要是传到我白毛人的耳朵里 我只当他是放屁 又怎会有人坏了脑子 听信你在此信口赐我 白长老 让权斗主 从头到尾 把事情好好说给详细 遵命 权冠卿 你说 马副帮主为他人所害 马副帮主为他人所害 我怀疑 出于乔风之事 你说什么 马副帮主在帮内声望颇高 本资力更是深厚 你一直忌惮于马副帮主 恨不得除之而后快 总觉不出这颗眼中钉 你的帮主之位便坐不牢靠 我与马副帮主交情颇深 言谈投机 汪帮主过世之时 马兄待我如亲兄长 你把你刚说的话 再给我说一次 马副帮主被人杀害 我帮众兄弟找慕容副报仇 你却一而栽再而三地和敌人勾结 谁 这几个人 是慕容副的家眷 你却加以异护 这个人是慕容副的朋友 你却结为兄弟 非也 非也 在下与慕容公子素不相识 还有这三位姑娘 说是慕容公子的家人亲戚即可 说是家眷呢 那也未必 我丐帮开帮数百年来 在江湖上受人尊重 并不是我们仗着人多势众 而是因为我们行侠仗义 主持公斗 全舵主 你说 我庇护他们三名女子 我就是庇护他们 那是为了顾忌到丐帮 百年来的名声 我不愿天下英雄 说咱们丐帮和这长老 欺负三名置弱女子 这名声 全舵主你不爱惜 众兄弟都还爱惜着呢 刘冠卿 你还有何话讲 帮主 不用与这不知大义之人 多废唇舍 按帮规处罚即可 且慢 帮主 我不能断定 你是装腔做事的大奸凶 还是直肠直肚的好汉子 我没这个本事 你就直接把我杀了吧 吴长老 为何说我是个骗子 你有什么地方疑心于我 此事牵连太多的人和事情 传了出去 该帮在江湖再也抬不起头来 人人瞧我们不起 我们本来想 一刀把你杀了 也就罢了 就因为我救了慕容赋的人 你们就认为我与他有勾结 可是你们谋判在先 我救人在后 这两件事又有何关联 再说这件事的对错 还没下定论 萧帮主 那依你所见 杀害马富帮主之人 绝技不是慕容赋了 这凶手是不是慕容赋 我们还需要详加查询 若真的是他 定当抓他来替马富帮主报仇 倘若不是他 我们也得找到真凶 就凭你们几个这么胡乱猜测 竟错杀了好人 真凶却还在外逍遥自在 暗中偷笑咱们丐帮糊涂办事 不但对不起我们错杀的人 也对不起马富帮主 更对不起咱们丐帮的名声 来来来来 您收事 不管怎么样 多相信 来来 您收事 帮主 咱们之所以烦你 皆因误信人言 直到你与马富帮主不合 案里勾结慕容赋 下手害他 这种种小事凑在一起 竟不由得人不信 先想一想 实在太过糊涂 白长老 请取法刀来 依照邦规 我自行了断闭事 执法弟子 取本邦法刀 宋西陈吾四大长老 听信他人谣传 起义造反 一下犯上 案帮归 一刀处死明 大智分舵舵主全冠清 谣言祸乱 企图叛乱 案帮归处 九刀处死明 其他参与叛乱弟子 改日后查明 按邦归处 严霸 帮主 我幸送得对你不过 今天愿接受邦归 自取了断 不过 我有一要求 愿我死后 望你念我对丐帮有威劳的份上 原谅我 给我送绑 帮主 帮主 难道你还怨我罪业深重 不许我自欺了断吗 十五年前 契丹人入侵雁门关 宋长老你得知讯息 三日不时 四夜不睡 星夜赶回就为了报军情 途中连毙了九匹好马 自己也因此深重内伤 口吐鲜血 但也因此 我大宋的守军俱备 使契丹人的铁骑不逞而退 这是有功于国的大事 执法长老 宋长老 有功于国 还盼你体察 许他将功赎罪 乔帮主 李愿为宋长老求情 也有此理 只是 本帮帮归有缘 以下犯上舍 罪不可赦 即便功大 罪不能恕 以免他鞠躬自傲 横行生事 帮主 咱们不能 毁了本帮百年基业 更不能 以后 违背了历代帮主 所立下的规矩 帮主 帮主 执法长老所言 半点不错 我等既身为长老之职 哪一个没有半点汗马功劳 倘若人人追论旧功 那什么法都犯了 谢帮主 帮主 请您见脸 使我自心了断 帮主 你 好 我曾起过杀你之心 你杀我 也是罪有赢得 都瞅罢 帮主你 帮主 帮主 我们丐帮帮规 是否有一条 丐帮弟子若犯规 不得轻舍 若帮主愈加宽容 许自流鲜血 以洗净其罪 帮主 帮规却有这么一条 帮主自流鲜血 洗他人之罪 可是帮主 你得想 你这么做值不值得 是啊 帮主 你何苦啊 没坏了祖宗规矩就好 帮主 帮主 西长老 你指点我武功 虽无师父之名 但也行师父之事 醒了 想当年 汪帮主 被契丹五大高手勤获 困困于齐连山黑风洞中 未必我丐帮 向契丹降服 西长老 你应长得与汪帮主有三分神似 便敲装成汪帮主啊 甘愿待死 使汪帮主得以脱险 这是我公于国 与本帮的大事 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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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日之罪 必须得免 乔帮主 我跟你没什么交集 也不投机 平时得罪的地方也不少 所以呢 我也不敢奢求你 能为我流血赎命 陈长老 我乔风就是个粗鲁人 不喜欢结交 为人阴沉 事无巨细 出手汗毒 说话夹强带棒的朋友 这就是我的性格 说话就是这么不好听 更何况 你还不爱喝酒 咱们俩就是喝不来 帮主 请帮主 帮主 你这是干什么呀帮主 帮主 你也不知道 但我知道 帮主 我臣姑爷 感谢你的大恩大德 原谅我刚才的胡说八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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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 好 来 我 帮过帮助 吴长老 当年你独守英仇侠 立抗西夏一品堂的人 使其行刺杨家将的阴谋 未能得逞 光凭杨元帅 赐给你的那面金牌 你今日的罪就可免了 把那面金牌 拿出来给弟兄们看看 帮助啊 说来惭愧 那天我酒饮大发 没钱没酒 把金牌卖给金铺了 吴长老 咱们叫花子 没饭吃 没酒喝 尽管讨就是了 怎么把金牌卖了 讨饭容易 讨酒难 人家说 臭叫花子 吃饱了饭还想喝酒 太不成话了 不给不给 爽快 爽快 爽 只是有点太对不起杨元帅了 包主 你大仁大义 吴长风这条命 以后就是你的了 以后 谁再说你这个那个 我也不信了 杨冠冠军 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说吗 我之所以烦你 是为了丐帮的百年基业 和大宗的锦绣江山 只可惜跟我说你身是真相的人 贪生怕死不肯露面 你一刀把我杀了便是 你倒说说 我的身世有什么问题 现在我说什么也没人相信 你还是把我杀了比较好 一条汉子 死都不怕 现在要你说个话 吞吞吐吐的 不错 连死都不怕 这世上还有什么可怕之事 姓乔呢 痛痛快快给我一刀 免得我看着丐帮落入胡人之手 这大宋的锦绣江山 更将沦亡为遗敌 我大好丐帮 又怎会落入胡人之手啊 把话说清楚 我说了 我现在说什么都没人相信 到时候我权贯卿 贪生怕死乱绞舌根 我既拼上一死 又何必再背着骂名 乔帮主 这权贯卿乃是诡计多端之辈 他在这儿胡说八道 无非就是想让您饶他一命 执法弟子 在 行刑 是 慢 你说 说知道我的身世乱象 又说此事 与本邦的安危有关 问了你 你又不肯吐食 在这儿煽动叛乱 一死难免 这儿煽动叛乱 你走吧 一护丐帮 没你这好人物 没你这好人物 乔峰 你好泰然自若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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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主 奔赴西夏的义大彪兄弟 送来消息了 徐长老安好 这位徐长老 辈分虽然高 可是 乔帮主乃是丐帮帮主 他怎么能王姑娘莫及 且看他们要如何 徐长老 不知何事劳您大驾光临哪 得罪了 此事先不着急说 马大元 马兄弟的遗孀康敏即将到来 有话向诸位臣说 大伙儿 待他片刻如何呀 等 你 Better 王姑娘 该帮现在显然是非常时刻 不 我别的武功虽然不行 但是好像侵攻还可以 要不我先护送你离开吧 谢谢你啊 不过此事跟表哥有关 我还是想留在这里 听个究竟 乔帮主 怎么把刀插自己身上了 太行山冲霄洞 谈弓谈破贤康丽驾到 有失远映 乔帮主 有谁这么大胆 敢用刀伤你啊 我自己插的 自己插自己 你这是活得不耐烦了 没事 皮粗肉厚的 伤不到经过 你这是撒得什么谎啊 我知道了 你这鬼精灵的 你是知道谭公心得的 极北寒玉和玄兵蝉除 何成的灵验无比的伤药 你是想试一试 好药啊 快 这什么玩意啊 小川 快 小川 师哥 你玩什么古怪花样 我打你屁股 我倒是谁呢 我倒是谁呢 原来是这个家伙 小川 进来过得快过吧 泰山武雄到了 是什么好风 把你们哥儿五个一起吹来了 吴四叔好 各位前辈好 我爹也来了 小帮主 铁面判官善政不请自来 打扰了 山老前辈 这是太行山冲销洞的 谭世贤抗力 不晓得是否认识 九阳谭世二位抗力的威名 幸会幸会 这位是 我呀 在下姓双名歪 外号 铁屁股叛怪 你 你说什么 山老爷子 可莫要听他胡说 他就是个颠子 当不得真 一日之间 得见众位前辈高人 实在荣幸 还不知 诸位有何见教 乔帮主 贵邦乃江湖第一大邦 数百年来 侠名传播于天下 我山某也是极为心仪的 不敢 乔帮主 贵邦乃江湖第一大邦 数百年来 侠名播于天下 我双某也是极为心仪的 帮山 爹 这余下来的话 你去跟乔帮主说 至于他人想学我孩儿 让他学个十足便是 莫山哪 剩下的话你跟乔帮主说 谁要是学我的儿子 让他学个十足便是 你是不是想死啊 不是想死是想不开啊 这四个窝囊废儿子 已经够多了 这第五个 实在是没必要再生了 爹 他 他 谭老爷 这位前辈也请给在下引荐一下 以免失了礼数 在下赵前孙见过乔帮主 他是我师哥 这位阁下 我甚至与阁下素不相识 不知哪里得罪了阁下 你是没得罪我 可你得罪了小娟啊 那可比得罪我更可恶十倍啊 小娟 我何时得罪过小娟了 这位便是小娟了 小娟可是她的闺蜜啊 这世上除了我之外 谁也叫不得 这小娟原来是谭婆婆的闺蜜 在下有所冒犯 还望海涵 可在下自省从未 在背后说过人坏话 不知哪里得罪了谭家婆婆 不知道啊 我告诉你 刚才我正在问小娟 近来过得快活不 你这五个宝贝儿子可倒好了 大模大样 阿搜的一下 就打断了我的话头 善良兄 你也不打听打听啊 小娟是什么人哪 我赵贤孙礼 这乌仲王是什么人哪 我们聊天请得容你随便打断的 师哥 发什么颠哪 当中伪朋友面要不要脸 你当初抛下我 嫁给那个老不死的谭公 我这心里如何不悲 如何不痛啊 我这心也碎了 肠也断了 这脸皮要来何用啊 师哥 你别提以前那事了 今天丐帮有大事要商量 也乖乖地听话 那你对我笑笑 我去听你的话 参见公子爷 两位哥哥 快请起 太好了公子爷 我和老四看见公子爷 一直没消息 本来想拼着杀金少林 把人抢出来 没想到公子爷自己脱身了 玄碑大师的死并非我所为 少林那边自然不好为难 两位哥哥为何如此慌张啊 丐帮 出大事了 出事了 有乔锋在 丐帮能出什么事啊 诸位 泰山善兄父子 太杭山谭氏夫妇 以及这位兄台 今日惠然驾临 本帮全帮上下 军感光宠 徐某退隐多年 早已不问世事 但今日之事事关重大 不得已才仰仗辈分虚高 要约众位共同商议 还请先议此事再论其他 有请马夫人 马夫人 让让让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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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卡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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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魏王人马门康氏 参见帮主 嫂嫂有礼 康明 你来从头说起吧 先父不幸申故 小女子只有自愿命苦 一心期盼帮主 能找到真凶 替先父报仇 不料 小女子敛葬先父之事 检点遗物 发现一封用火器密封的遗书 书的封皮上 有先父的亲笔字迹 我看先父写的证咒 当即便要去求见帮主 幸好帮主率诸位长老 到江南去替先父报仇了 不曾见过此心 夫人此言何意 难道此书信与我乔风有关 我知信中的内容 事关帮中大事 当即赴郑州 拜见徐长老 呈上书信 请他老人家做主 以后的事情 就请徐长老告知各位吧 此事说来恩恩怨怨 老朽当真好生为难哪 这封便是马大元的遗书 于受汪帮主一命保管此心寒 于若寿终正寝 此信立即焚化 否则是若会议于遗体 于九泉之下不得安宁 于若死于非命 此信立即叫本帮 朱长老会同差月 事关重大 不得有误 这封皮上的字 却是大元所述 康民将信交给我时 这信上的火器依然完好 我也担心误了大事 没等诸位长老便拆来看了 其实铁面判官善兄也在做 可作明证 徐长老说得没错 在下当时正在郑州 徐长老家做客 亲眼所见徐长老 拆跃此信 这信封中有两封信 一封是汪老帮主所书 言及如事态不可控制 可向少林派和武林同道求助 另一封字迹比例囚禁 并非汪老帮主所书 我看上款写的是 渐然无凶四字 大为奇怪 若不是交后相好之人 绝不会如此称呼 再看信尾的落款 大为诧异 善兄好奇 也看了信尾的署名 大为奇怪呀 我说善老兄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这是人家丐帮的秘密书信 你又不是丐帮的弟子 怎么能脱亏人家的隐私呢 赵倩孙 兄弟胡言乱语 我只看到信尊的信尾和署名 根本没有看到内容 这偷看人家书信哪 便不是君子 那是小人 是卑鄙的混蛋 你 这位前辈 大家都在听 徐长老说丐帮大事 还请您和这位善前辈 莫嘲嘴才好呢 你怎么 你 我师哥说什么 关你这臭丫头什么事 你 众位兄弟 到底写这封信的人是谁 我此刻不便严明 徐某在丐帮七十余年 近三十年来退隐山林 与人无争 不结怨仇 我在世上已为日无多 既无子孙又无徒弟 自问绝无半分私心 我说几句话 众位信是不信 徐长老说 竟然这么说呢 徐长老说 有什么信 我看了此信之后 心下疑惑难明 此事官设太大 唯恐有甚差错 当即将信交给善兄过目 善兄与写信之人向来交好 认得他的笔记 我要善兄 验明此信的真伪 徐长老说得完全没错 我与此人有多年的深交 此人的多封笔记 也真藏在舍下 当下我就与徐长老 还有马夫人来到舍下 拿出旧信 亲自厌别真伪 就连信间和信封都一模一样 我认为这信是真的 老朽得知太行山谭氏抗礼 与血信之人颇有渊源 于是上冲霄洞 向谭氏夫妇求教 谭公谭婆将这中间的原为曲折 一一向在下说明 谭婆又说她有一位师兄 与此事乃是深境目击 便是赵乾孙先生 赵乾孙先生 请你当众说一句 这信中所写之事是否不假 没错 没错 此信虽短 却予以不尽 四十年前同传共宴 切磋权剑 情景宛如目前 临风远望 向师兄两鬓随双 风采笑貌如同昔日夜 师哥 你说说当时的情景如何 当时的情景我记得很清楚啊 你扎着两个小辫子 辫子上还系着红头绳 师父当时还教咱们 偷龙转凤这一招啊 师哥 不要提以前的信和事 徐长老问你 当年燕门关乱石谷一战 你是亲自参与的 当时的情况如何 你跟大伙说说 燕 燕门关卫 乱石谷前 我 我 我先走一步 赵乾孙 事隔多年 怎么还要逃跑啊 阿弥陀佛 赤光大师 三十余年不见 大师仍然这等轻见 今日佛驾光临 实乃丐帮之信 在下感激不尽哪 丐帮徐长老和太行山山判官 联名相咒 老呢 怎敢不来啊 燕门关外乱石谷前大战 至关和尚也有份 让他说吧 杀孽太重 杀孽太重了 此事言之有愧啊 中卫施主 乱石谷大战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 何必救世重提啊 只因此刻本邦起了重大变故 有一封书信涉及此事 冤家一结不一结 不提也罢 以老那之见将此信销毁 泯灭了痕迹也就罢了 本邦副帮主惨死 若不追究 马副帮主固然沉冤不血 本邦还有土崩瓦解之危啊 还请智光大师原原本本到来 也好让大家有个判断 也罢 当年老衲做错了事 也不必隐瞒 照实说来便是 智光大师 我们也算是为国为民哪 怎么能说是做错了事呢 错便是错了 何必自弃欺人呢 三十年前 中原豪杰得到一个讯息 说是契丹国有一批武士 要来偷袭少林寺 要将少林寺 珍藏了数百年的武功图谱 一举夺去 这契丹武士野心可不小啊 若是少林寺的武功秘籍被夺去 军中人人席致 但是战场上咱们大宋 恐怕就不是他们的敌手了 正是如此啊 我们料想到此事危急 听说这批契丹武士 要途经燕门关 于是我们各自奸程赶往燕门关 要在那儿迎击他们 即使不能尽数将他们歼灭 也至少是他们的坚谋难以得逞啊 乔帮主 倘若你得到此项讯息 便如何呀 自当率领本邦众弟兄 星夜拦阻 依乔帮主看来 我们那次伏击撩人之举 是不错的了 列位前辈英风侠烈 乔某景仰 恨不能早生三十年 共赴一举绝不会含糊 乔帮主所言即是啊 和我们当时所想的是一模一样啊 当时我们分成数旗 我和这位仁兄是第一批的 我们一共二十一个人 我们这中间 都是当时一流的高手啊 老那当时并未出家 混迹于群雄之间 实在是万分的不配啊 只是报国杀敌 有一分力出一分力吧 那后来呢 诸位前辈追上没有啊 赶上了 我们星夜兼程 终于赶到了燕门关外 此时关系到宋国的存亡 上千万百姓的胜死啊 可我们又没有完全制胜的把握 唯一的便衣是 敌人在明处而我们在暗处 如此情形 以侨帮主之间该如何是好啊 敌民五安 兵不厌诈 这时候就不惜讲什么江湖道义 武林规矩了 说得好 说得好啊 我们当时正是这么想的 我们各自在带头大哥的带领下 都持有暗器 在山道两旁的大石边埋伏了下来 过了一夜 果然如讯息所言 来了一批契丹武士 我们一举将其十九人全部请便 兴兴之余 我们也疑惑 这契丹人 怎么个个如此不堪一击呢 难道是讯息有假 或者是契丹人游异社的诱人之计 由我们上当 我们正在想 是不是要继续埋伏下去 没想到 再一下 ık 日或许 cleaning 明天 大家 为什么 白兵 宁正 甚麦 对 好的 走 你 不 不 走 那野燎人 将带头大哥杀了吧 事后发生了一局 更是难以预料 匪夷所思啊 他擒住了我们的带头大哥 和汪帮主 将其余人等 杀得一杆而尽 案例 应该是愤而精进的 可没想到 可没想到 这撩人用一短刀 在石壁上磕了许多气单纹 他居然跳崖自尽了 更没想到的是 他还抛上了一个孩子 那孩子不是死了吗 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 后来才明白 原来那撩人的夫人 被打死以后 孩子摔在地上 只是闭住了气 并未死去 那撩人悲痛之余 以为妻儿俱丧 于是抱着两具尸体 跳崖自尽了 那孩子一经震荡 醒了过来 顿时啼哭出声 那撩人不忍心 他的孩子随他一起 葬身于谷底 就将那孩子抛了上来 刚巧就抛在了 汪帮主的怀中 使这孩子不至于受伤 如此机智 如此的武功 着实令人生畏啊 我眼见众兄弟惨死 本想将这孩子扔在荒野 任其自生自灭 可是那孩子 偏偏嚎啕大哭 我看那小脸仗得通红 两只又黑又亮的眼睛 紧紧地盯着我 我一时心软 下不了这个毒手啊 那撩人杀我汉族同胞 不计其数 又何曾对婴儿妇女心软 他们杀的 我们为什么杀不得 对啊 对啊 我们为什么杀不得 我们为什么杀不得 为什么杀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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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后来呢 我又担心 契丹的后援会及时赶到 我抱着那个婴儿 回到了燕门关 那带头大哥和汪帮主 记挂着契丹武士 要偷袭少林寺的事情 立马就赶回了燕门关 去查看哪 此番查看 发现殉难兄弟的尸骸 只有一时七句 少了一句 心想定是混战之中 调入了乱石谷中 再看那辽人 刻在石壁上的 契丹文字 想必是定有深意呀 于是我等 便将刻字踏印下来 找人议成了汉文 看过之后甚为吃惊 若刻字所言属实 那我等此番所为 便是大错特错 想要证明这辽人 所说是否属实 就要看后续 是否还有契丹武士 前往少林夺取秘籍 我们三人 星夜兼程赶回了少林寺 看到很多英雄 已经赶到了 事关千千万万 百姓的生死 大家都要出一份力嘛 可是 从九月重阳 一直到腊月 并无半点警讯哪 难道 讯息有误 我们去找那暴训的人 想问个详细 可是再也找不到他了 我们这才料定 讯息是假的 原来 众人是被人愚弄了呀 这么说来 这燕门关外一战 大家岂不是死的冤枉了 正是啊 好在没过多久 契丹铁骑入侵 我们就不再纠结此事了 但是之后 该如何处置那个孩子 非常记住 因为 我们已经伤了他的父母 自然 不能再去伤害那个孩子了呀 可是要把他继续抚养长大 我们又担心 会养虎为患哪 我们商议再三 最后由带头大哥拿出些银子 寄养在邵氏山下的一户农家 让农家 自认识这孩子的父母 孩子长大以后 也绝技不能让他知道领养之事 那农家 本来就没有自私 欢欢喜喜地答应 他们哪里知道 那孩子是 契丹的骨血呀 这孩子是 志光大师 那邵氏山下的农人 他姓什么 那农人 叫乔三淮 胡说八道 承诺帮主 我堂堂一个汉人 那你头发死不 乃邵氏山下乔峰 乃邵氏山下乔峰 乔三淮是我亲爹 乔帮主不可呀 乔帮主 有话好说呀 我山家与你无冤无仇 你放过我 孩儿 乔帮主 智光大师江湖上人人敬仰 你不能够伤害他 你们要除去我这帮主之位 又何必编造这些言语 出来诬陷于我 我乔峰到底做错了什么 你们要如此逼我 乔帮主 汉人和契丹人 都是人生父母养的 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明明是契丹人 为何说是汉人 你连自己的亲生父母 都不敢认 还妄成什么英雄好汉 你说谁是契丹人 你是不是契丹人我不知道 燕门关那一战 那人的身材和容貌 就算再过一百年 我也不会忘 恰巧的是 那人的身材和容貌 和乔峰你一模一样 走 我便是那日少了的那具尸首 因为惧怕撩人汉子 我行传之后便偷偷地溜走 我赵千孙行驶走肉 这世上 除了小倦一人 我再无牵挂 你做不做丐帮帮主 关过我什么事啊 我为什么要向害你 我只承认 我曾经杀害过你的父母 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感觉が很厉害 你是不是 我走 这后的事情 你自己都知道了 你七岁那年 再过来 休怪我手下无情 叫卫生大哥 以后跟着我们 吃香的 喝辣的 住口 小凤几便是摔死 也不跟你们一起做坏事 你要真的跳一个我才信呢 你们便看好吧 你跳啊 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少林的一位僧人把你给救了 之后 他每天传授你武功 是也不是啊 恩师在上 受徒儿一拜 救命 救命 你是如何得知 其实那位少林僧人 是受了带头大哥的重托 让他把你抚养长大 使你不至于走入歧途 为此我们三个人有过争执 我主张让你平平稳稳地 过农家的日子 可是带头大哥说 我们已经伤害了你的父母 一定要把你培养成为英雄 燕门关外诗笔上的遗文 至今未明 将来你自己去看吧 你到了十六岁的时候 汪帮主正是受你为徒 你叫乔峰 是 为何习武 乡下仗义 如何作为 辖制大者 为国为民 玄苦大师 果然独具慧眼 好 今天你就成为我丐帮的弟子 是我汪建通的徒弟 之后许多机缘巧合 你天资卓越奋力上进 固然是非常人之所能机 但倘若不是带头大哥和汪帮主 处处提携 也并非那么容易吧 若他是所言不假 那汪帮主 并非是我的救命恩人 而是我的杀父仇人 当初暗中助我的英雄 也并非要惜要助我 是内疚于心 设法赎罪而已 王帮主起初 对你也是十分提防的 后来见你学武静晶甚快 而且为人豪侠仗义 待人人厚 便渐渐地真心喜欢上了你 之后 你立功愈多 威名愈大 整个丐帮进阶归信 这之后的帮主之位 也非你莫属 可是 王帮主依然拿不定主意 他给你出了三道难题 你都一一解决了 又令你立下七大功 最后临终之事 才授予你打狗帮 正是立你为丐帮帮主 丐帮数百年来 从来没有第二位的帮主之位 如你这般来得艰难哪 你接任丐帮帮主以来 江湖上盗你是行侠仗义 处世功云 把丐帮整顿得豪生兴亡 有数度破坏了契丹的坚谋 我们知道是之前的顾虑 纯属多余 本想这件事情以后 永远不再提起了 不知何人 竟又把他抖了出来 多谢智光大师回溯旧事 使大伙有如身力起敬 这封信乃是那位带头大哥 写给汪帮主的 信中极力劝阻汪帮主 不可将帮主大位传于乔帮主 乔帮主 你不妨自己过过目吧 我看看 我看看是真是假 你干什么 现在你既知道了自己的身世 想必是要报你父母之仇的 现如今 汪帮主已然逝世 而带头大哥的名字 老衲又不愿意告诉你 老衲曾经参与伏击令尊令堂 一切罪孽 老衲愿知身承担 你要杀要我 动手便是 没错 我也在内 这事要算我一份 你何时喜怀 随时动手便是 乔帮主 我 凡事三思而行 可不能乱来为好啊 要是挑起胡汉之争 中原武林 人人可都会与你为敌 挑起胡汉之争 禁忌不信 你所留下的武汉之争 你干净吗 你能与弃度 那么的即将 才继承吴兄之辈 他日丐帮生为豫章 自一料中逝尔 然 当日燕门关外血战 于无日不应于怀 此子非我族类 其父母死于我二人之手 他日 此子不知其出身来历则已 否则 不但丐帮将灭于其手 中原武林 亦将遭逢莫大浩劫 当时才略武功能及此人者 是寥寥也 贵邦邦内大事 远非外人所能致会 为此事牵连过去 其三思之 这是汪帮主的手书 你自当认得出他的笔迹 自与该帮马副帮主 传公长老 执法长老 祭诸长老 乔风若有轻辽叛旱 驻旦而押大宋之举 全帮既兴合力击杀 不得有误 下毒行刺 军无不可 下手者 有功无罪 这确实是我师父汪剑通亲笔 乔帮主休怪我们无礼呀 汪帮主的这通手欲 原本只有马副帮主一人之相 直到马副帮主突然横死 康民寻到这份遗令 这才不得已将遗令公主于世 马副帮主早不出事晚不出事 偏偏在汪帮主将遗令交给他之后出事 这是其一 大家疑心 马副帮主是姑肃慕容所害 慕容公子 老朽啊 特别佩服 来 喝 来呀 帮主却偏偏袒护于他 如此作为是以危及本邦 这是其二 其三嘛 我虽有心调查清楚再做决断 但帮主是契丹人一劫 帮中知之以众 辩乱以生 隐瞒以字无意啊 权冠军 你知道我是契丹的后裔是以烦我 是以不施 没错 四位长老 因听信你言而欲杀我 也是如此 对 只是他们将信将疑拿不定主意 事到临头有心生畏惧 那我的身世 你是从何得知 此事牵连旁人数在下无法告知 但你得须知道 只终究包不住火 即便你极力隐瞒 事实真相终究昭告天下 况且还有汪老帮主亲下手遇 和志光大师等一例作证 此事难道还有假 想把丐帮百年基业 又岂能落入一个契丹人之手 契丹人 契丹人是怎么回事 怎么能说什么契丹人 各位叔叔伯伯 先夫不幸亡固 到底是何人下手 此时此刻定南下断言 但想先夫平日诚恳赌识 江湖上并无仇家 妾身实在是想不出 是何人如此狠心 要夺取他的性命 常言道 漫草会道 难不成 是因为他手里 有什么重大的事物 有些人怕坏了大事 便要杀他灭狗 你这是在疑心 是我杀了马夫帮主 马夫人 小女子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不知道当奖不当奖呢 姑娘有什么话要查问我 查问可不敢当 只是方才听说 马前辈的遗书 是用火漆密封而成 而徐长老拆开之时 火印完好无损 那在这之前 没有人看过里面的内文咯 不错 既然如此 那带头大哥的书信 和汪帮主的遗令 除了马帮主之外 无人看过 那便谈不上杀人灭口之说 不错 刚问姑娘何方神圣 却来干预我帮中大事 我一个小小女子 怎敢干预你们贵帮大事呢 只是你们想诬陷我们公子爷 我只是距离分析罢了 那姑娘的公子爷到底是谁呢 是乔帮主吗 不是 是慕容公子 原来如此 白长老 本邦邦归如山 若有长老犯了邦归 当如何处置 制法犯罚 罪佳一道 若此人的品位高于白长老呢 我邦邦归乃是老祖宗所立 无论辈分大小 品位高低 须当 一同领尊 同供同杀 同罪同罚 先夫去世 没过多日 有一天 我无意中发现了一样东西 帮主认得吧 请众位叔叔伯伯 替我做主 朔雪飘飘开燕门 平沙利乱卷蓬根 公鸣耻祭 秦生数 执展楼兰 报国恩 这把扇子为事给你 非我族类 起心必义呀 汪帮主啊 汪帮主 这件事 你可是大大的做错了呀 汪帮主虽然把我当作他的心腹 可 密留遗令这件事 却不让我知晓 若是能提前知会我一生 报国 徐长老 汪帮主 没有告知此事给你 是为了您好 盖帮中 只有大员知道此事 现在已经命丧九雀 若是当初你也知道 未必能逃过此劫 我乔某的绅士来历 自己也未能确知 但今日 诸位前辈的指证 乔某必须查明真相 这丐帮帮主之职 定当退位上嫌 不论 此棒 呈汪帮主相授 我乔某执掌丐帮 虽无剑术 也并无大过 今日退位 徐长老 传宫执法二位长老 还请代为保管 在日后 有哪位英贤 愿意肩负此职 再与传授 那也说得是啊 打狗棒的事 只好将来再说了 且慢 宋兄弟有何话讲啊 我瞧 乔帮主不是鸡丹人 何以见得 我们乔帮主 乃是大仁大义的 英雄豪锦 是才我等那样反他 他都不计前嫌 却甘愿为我等 受刀流血 是 启大人能会如此吗 他自幼受少林高僧 和汪帮主的养育教诲 已改了他原有的习性 既然性子改了 那便不再是坏人 做我们帮主有可不可 再说你看咱们丐帮 哪个集他英雄了得 别人要做帮主 我姓兄的 第一个不服 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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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 不服 不服 有人陷害乔帮主 他们不能牵线人言 几十年前的旧事 就凭你们几个人 在这里胡说八道 谁知道是真是假 帮主大魏 请他如此精益 说话就换 我一心一意跟随乔帮主 就算换了帮主 便杀了我的头 不服 我以不服 是 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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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愿意跟随乔帮主的 站我身后 对 是乔帮主的都站过来 来 我也知道乔帮主 这是乔帮主 走 我们是乔帮主 我也知道乔帮主 这是乔帮主 走 来 我们是乔帮主 我们是乔帮主 这是乔帮主 走 我们是乔帮主 这是乔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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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乔帮主 众位兄弟 乔帮主 乔帮主材略过人 英雄了得 谁不佩服 只是咱们作为大宋子民 又岂能听一个气单人的号令 乔帮越是厉害 你们就越危险 我看你的模样 到九分像是气单人 对 你就是坚定巧人 大家都是尽忠报国的好汉 难道甘心做背叛大宋的走狗吗 你说谁是走狗 你才是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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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才是走狗的 你才是走狗的 就你才是走狗 你才是走狗的 别让我们说走狗 对啊 别让我们说走狗 别让我们说走狗 就你才是走狗 你才是走狗 对啊 对啊 别让我们说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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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让我们说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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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绝对是造假不来的 我丐帮在江湖 是第一大帮 受人景仰 武林中谁不敬畏 像我们这样内讧 还不落得人笑话 我乔某临走前 有一言奉告 若有人 假一拳一脚 于我丐帮兄弟 那就是我丐帮的罪人 倘若要是有谁 杀害我该帮兄弟呢 残害兄弟 举世痛恨 杀人者 抵命 那就好 马夫人 以乔某的身手 要到您府上偷个东西 怎么会空手而回 又怎么会落下 我自己的私人物品 是谁杀害了马夫帮主 偷我折扇陷害于我 乔某定会查个水落石处 众兄弟 乔某是汉人也好 是契丹人也好 是契丹人也好 有生之年 绝不残害一条汉人的性命 若有为此事 又如此时 大哥 语炸 语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星宿派的邪门功夫 不是丐帮的功夫 是人们和少年派比武 不能使用邪派功夫 王主 您应该使用降龙十八掌才是啊 好 星宿派神功 比降龙十八掌不知道强到哪儿去 干吗不使强呢 反而使差劲呢 就是啊 星宿武功天下第一 掌无不胜 功无不克 降龙臭掌 狗屁不止 狗屁不止 是谁说降龙十八掌 不住星宿派的武功 谁呀 这是谁呀 八掌 大哥 调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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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风 您终于来了 众位兄弟 萧风已被逐出丐报 诸位不须再用旧日称呼 乔 乔大侠 自别之后 咱们众兄弟 每日都很想念调帮主 就是你说星宿派武功 远胜于降龙十八掌 哦 鬼字面 2 3 2 5 wi være 救命 好 姐夫 您终于来救我了 阿子 你眼睛怎么了 我眼睛瞎了 是顶春秋那个老贼弄瞎的 姐夫挖下他的双眼替我报仇 你 你快把阿子姑娘放开 你快放开他 阁下何人 三下是 我是丐帮帮主 庄帮主 段王爷 令千金在此 交给你了 不 姐夫 姐夫 思辉 堵城 把小姐带到安全的地方 务必保其周全 是 主公 我不走 姐夫 姐夫 你 我不走 姐夫 妙计妙计 王姑娘 我 大哥 大哥 兄弟 别来可好 可想煞小弟了 别来无恙 一言难尽 万幸 你我都安好 乔峰乃是气丹人 人人得而住之 今日 可不能再让他活着走下这少世山去 对 别生了他 别生了他 我们一起杀了他 杀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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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退开吧 山高水长大 咱们后会有期 大哥 兄弟自当有福通下 有难同当 今日大哥有难 小弟焉能苟且偷生 萧大侠与我与小女有恩 难臣 我会设法冲入人群 助他脱险 是 可是对方人多势众 主公又有何妙策脱膳 大丈夫 恩怨分明 当敬礼而为 依死相报 乔丰 申负我玄苦师兄命案 罗汉堂弟子 把守下山的各主要路口 此次不掉他清楚 绝不容他在下 邵氏山 是 公子爷 今日各路群雄 齐聚在邵氏山 你看 我们是帮的少林 还是帮的丐帮呢 我看那丐帮的什么帮主 武装俱贤 只是个小人 远不及萧风豪侠仗义 既然拜那个丁老贼为使 真的不知羞耻 要不然 我们就相助那少林 灭一灭那小子的威风 让那丁老贼也知道我们的厉害 公子爷意下如何 各位兄长 我们以父兴为第一要务 岂可居于个人的寺院 萧风杀师杀父 乃中原武林之功底 我慕容父 又岂能视而不见呢 可以 萧生 你是既丹英雄 我慕容副今日想领教阁下高招 便是死在萧兄掌下 也算是为中原应好 尽了一份博力 虽死犹荣 慕容兄 这就是你的不适了 我大哥与你远日无烟 近日无仇 当时大家都怀疑你的时候 也曾为你分辨 你又何必趁人之威呢 段兄想做打抱不平的英雄好汉的话 一并上来赐教便是 我又有何本事赐教于你啊 不过是说句公道话罢了 姓萧的 我看在你年轻让你几招 现在开始我不让你了啊 姓萧的 杀父之仇不共代替 今时咱们便来做个了断吧 你们三个 一起上吧 博物之仇 倭物之仇 又 moving 喝点 tas 这谁啊 这是 阿修来 众位兄弟 这位 是大力段公子 我的杰逸兄弟 今日我们身陷重围之中 寡不敌众 势难脱身 以为生死与共 生也罢 死也罢 咱们痛痛快快地和他一场 好 今日必须与大哥 好好地和上一场 大哥 三弟 二哥 三弟 大哥 大哥 你们喝酒 为什么不叫啊 喝 喝 喝 大哥 此人便是我的 结拜二哥 他出家之时 法号叫做虚竹 我和他结拜的时候 把大哥也一并 结拜在内了 二哥 还不赶紧拜见大哥 我这兄弟做事有些痴情 竟将我也结拜在内了 来 快起来 此刻情势凶险 生死就在清客 这位兄弟敢挺身而出 定是忠义清凶的好汉子 能结交此英雄好汉 能结交此英雄好汉 此英雄好汉 不枉了 咱们大喝一场 喝 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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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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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到二弟的武功 如此了得 离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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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十八旗听令 保护段公子 是 是 它的 voor 十八旗 不然 你自己想找我 你自己想找 你自己想找我 我的天啊 人头打他 随着武装 人头打他 打地右边 人头打他 打他 你啊 我口口声中说 要和两位哥哥同患难 师到灵头去躲在这里受人保护 算什么义气 左右是个死 打个二哥如此英雄了得 我这老三可不能太不成话 快点 快点 走 新秀老妾 华丽无编 新秀来 华丽无编 神通讽战 为朕殿下 神通讽战ㅋㅋ 卡丽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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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婆婆 你们怎么来了 启禀主人 属下收到梅兰竹菊四位姑娘传书 得知少林寺和尚 要为难主人 便知会各不精锐 前来营救 幸好主人无恙 属下不胜之喜 于婆婆 我可是少林寺弟子 你的言语不得无理的 是 属下知罪 接着 通知无论 唬 帅 有 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他如同打我月宝儿 别啊 凶伤我儿 表哥小心 大理断是阳神不可轻敌 爹 凶伤我爹 这是 这招 六百神剑 爹 你没事吧 没事 公子接动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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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盖王 盖王向来以仁侠为先 你身为一帮之主 竟与这些新宿派的妖人 同流合物 辱没了盖帮 数百年侠义的美名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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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 赶紧给他几片生死符 让他知道知道厉害 渔婆 要中生死符 得要些酒水吧 妙吉 妙吉 掌门师叔 快杀了丁春秋 给祖师爷和师父报仇 咪 妙吉 咪 妙吉 我 我 咪 妙吉 师叔 快取解药 这毒药好生厉害 癢 癢死了 癢死了 歇息老怪 赶紧交出解药 否则叫你永远都解不了这生死福 掌门师叔 快动手啊 师门之仇 烟可不报 师叔 瘸死了 取解药又解 玉婆婆 你看她 怕她现在这个样子 也拿不了解药 要不我们先把止药丸给她吧 好吗 这半粒解药 可以解你三日之晚 三日之后齐氧复发 我主人是否还会给你解药 就要看你乖不乖了 解药 喝喝喝 这个 红的是外涂的啊 白的是内服 别让你抓住 呃 好 段兄 你这招恶狗吃屎 是大理断世的独门绝技吧 不是 公子接笔 1 第二次 三弟 你六种剑法起始 转换之时 中间会有空隙 不妨只使用一种剑法试试 多谢大哥 这南慕容北交风齐鸣已久 今日得剑 果然是名不虚传啊 大理断世的六百神剑 着实料得 为了姑息慕容 也不落下风 阿诸那日所以甘愿替死 是因怕我杀他父亲之后 大理断世必定找我复仇 三弟减化诸子申请 倘若真与我为敌 胜负难测 灵鹫宫主人英雄无敌 令小的实在佩服 天下武林之主 非主人非主人莫属啊 丁春秋 你灯烛之火 竟敢跟月争光啊你 这老东西举心叵测 肯定主人早是除了他 除了他呀 对对除了他 除了他 除了他 你们这些无耻小人 除了他 怎么能将吹牌星宿老怪 那番陈词滥调 无耻言语 转而称颂我的主人 这真是无理之急 是是是 小的呢 给您换个花样 保管各位仙姑 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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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仙姑 豹美如花 胜过心事 胜过杨贵妃啊 对对对 胜过杨贵妃 混账 胜过心事啊各位仙姑 别能把你美国去想 把他们都带下去 是 这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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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少林寺须自辈弟子须逐听令 董龙子手下留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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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扯你心中所念 只有你表格一人 董龙子手下留情 董龙子手下留情 我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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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饶你性命 你却反下毒手 算什么英雄好汉 我萧萌 竟与你这种人齐名